哈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谈YouTube频道啦 那经过了一周的这个国际赛事呢 本周呢我们终于回到这个营潮了 那六普呢这一次的这个对手呢 就是这个沃特福的大黄蜂啦 那红军球迷呢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一定要复仇成功啦 好啦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啦 那如果你喜欢接下来的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哦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同样是这个六普球迷的这个朋友们啦 那当然啦还没有订阅本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呢 就可以移动一下你的这个鼠标啊 或者你的手指啊 去按下这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啦 那我们目前的这个频道呢 是已经突破这500订阅数咯 那也谢谢了那些参与了这个回馈活动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啦 那这个呃赢家呢也选出来啦 恭喜这个Chichate啦 那下一个目标呢就是这个600订阅数啦 所以呢还没有订阅我的观众朋友呢 马上按下这个订阅按钮啦 另外呢还没有follow我的这个IG的这个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啦 那里面呢比较多呢是会分享一些幕后制作啊 或者问答啊之类的这种内容啦 那当然也会和这个观众朋友们呢 有比较多这个时间呢 去做这种死人的互动这样子啦 所以呢订阅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呢 还有追踪我的这个IG啦 好啦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这个正题咯 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聊聊两对上一次的这个交锋啦 那刚才开头呢 我稍微提到了一下喔 那相信呢 利物浦球迷呢应该呢 呃都还没有忘记那场比赛啦 那个3比0的那场落败啦 那Nigel Pearson的这个大黄蜂呢 主场呢把这个呃 红军啦打的这个落花流水啦 Ismaila Saar呢 交出了满分的表现喔 也就当时候呢 打破了这个六普呢 在这个1920赛季呢 不败今生的这个一场战役啦 那其实呢在那之前的六普是很爱打这个大黄蜂的喔 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Mohamed Salah啊 他曾经就对了这个Watford的时候呢 取得了这个四颗进球啦 而且Virgil van Dijk啊 还有这种Sardio Mane啊 也是对Watford呢 打过不少的这个进球喔 那时隔了这个两个赛季呢 我们再一次碰面了啦 那面对上的这个主帅呢 就是新的这个主帅Claudio Ranieri啦 那也是帮助这个 赛斯特城呢在1516赛季的时候 取得这个英超冠军的这个主帅喔 所以呢我觉得本场呢会相当的有趣啦 那到底呢利物浦呢 能不能这个复仇学耻呢 还是说呢 这个Watford的这个主帅啊 新冠上任三八火这样子啦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好啦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战术版啦 这里呢就是我个人预测的这个首发11人喔 但是今天呢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啦 呃上就是上一轮这个英超赛斯呢 我自己是特地看了这个Watford对了 这个利子联的这个比赛啦 结果呢隔天喔就直接迎来了这个 炒帅的这个消息啦 所以本场新主帅上任呢 呃我个人是没有完全没有把握去预测他的首发11人啦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呢 Claudio Ranieri呢 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打4-4-2的这个主帅啦 所以我在这个战术版上呢 我就放了这个呃4-4-2的这个阵型喔 但是呢呃这个预测首发11人呢 我真的是完全完全完全没有把握啦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比较的深入呢 来聊一下这个呃 六普的这个首发11人啦 那目前我们知道的消息呢 就是这个Alisson Becker呢 还有这个Fabinio呢 或许呢将会确证对了这个呃 这个呃Waterfoo的比赛啦 因为呢是回到去了这个巴西 呃去提这个国际赛事啦 那其实呢呃不只是Alisson Becker 还有这个Fabinio 也不只是巴西国际的球员喔 其实南美洲国际的球员呢 都会受到影响啦 因为呢呃 呃英超呢主要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开提啦 那星期五早上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南美洲队伍呢 还需要提一场国际赛事啦 那目前呢在这个Sky Sport的这个呃 通过这个Sky Sport的这个报导啦 是有指出呃 曼联啊曼城啊 还有六普呢 确实是有意呢 送这个死人飞机呢 去把他们的这个南美洲的球员呢 赢回他们的这个呃 这个呃球队啦 但是呢 除了这个Alisson 还有这个Edison 这两位门将呢 是比较有可能哦 在这个呃 周六的这个比赛呢 上阵以外啦 其实呢 这些呃 场外的球员啊 像比如说Fabinio啊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链的Raphina啊 甚至这个呃 Everton的Yerry Mina啊 这些呃 呃 外这种这种 这种outfield players啊 其实呢 对他们的这个呃 体能来讲呢 是相当的呃 有问题哦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呃 应该是赶不上这个周六的这个 营超赛事啦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暂且把这个 Alisson Becker呢 还有这个 Fabinio呢 视为会缺证的这个球员啦 那那个葡萄牙前方呢 Diogo Jota呢 目前呢 貌似也是在这个国际赛事中呢 呃 有了这个肌肉拉伤的这个症状啦 那当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一个消息哦 就指出呢 Jergen Klopp 其实是跟这个 这个六普队内说啦 啊 Diogo Jota其实没有事情啦 周五的时候呢 将会跟这个球队呢 一起训练啦 但是呢 其实好像也没有 多大的这种可靠的消息啦 所以这里呢 暂时的我们还是把这个Diogo Jota呢 当成是这个受伤的球员哦 那Tiago其实这里也是一样啦 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训练场上的照片哦 那我们这里呢 就暂且呢 也把这个Tiago呢 视为这个 受伤缺证的这个球员啦 所以呢 你们在这个荧幕上看到呢 就是我个人的这个预测手法 十一元啦 那门将的这个位置呢 Kevin Callahan呢 我个人觉得呢 基本上已经是本赛季六普的这个二号 二号 对不起 我卡弹了一下二号的这个门将啦 所以呢 这个球迷们呢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不需要担心 可以看到这个Adrien啦 我个人觉得 还是蛮有信心 可以看到这个Callahan呢 在这个本周的时候呢 为这个六普上阵啦 那毕竟呢 在这个国际赛事当中呢 其实Callahan呢 是得到这个爱尔兰国家队的这个首发这个机会哦 成功的零风对手啦 4比0呢 打败了这个 呃 世界杯的这个东道主卡塔尔啦 那我这也觉得呢 门将的位置呢 当然就是给到这个Kevin Callahan啦 那后方四人呢 我个人觉得呢 估计呢 会跟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组合哦 就Chall Alexander 那经过了这个一周的这个休息之后呢 现在目前也是正式已经回到这个队内 参与这个训练啦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他这场比赛呢 应该会出阵的这个右边位啦 那双中位的组合呢 就是这个Joel Martip 以及这个Virgil van Dijk啦 那左边位呢 我个人觉得呢 会是给到这个在国际赛事中呢 打得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苏格兰队长 Andy Robertson啦 但是呢 三中场的问题 这也就 我个人就觉得挺大啦 Fabino的缺阵呢 就代表着这个Jordan Henderson呢 即将会被撤到这个防种的位置啦 那右中场这个位置呢 又少了这个Harvey Elliott 而且Tiago呢 目前又没有多少这个消息指出呢 他已经可以回轨到这个队内啦 照理来说呢 这个右中场的这个人选呢 会有两位啦 第一个呢 就是James Milner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Alex Auclid Chamberlain啦 上一轮呢 这个James Milner呢 代替了这个Chall Alexander Arno 去打这个右后卫啦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啦 老人家随着提的有点吃力 但是总的来说 其实提的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啦 但是呢 我个人大胆的一个猜测啦 本场呢 我们即将会看到Alex Auclid Chamberlain呢 去主打这个右中场啦 那左中场呢 虽然Kurtis Jones呢 在这个本周早期的时候呢 是有这个肌肉拉伤的这个症状啦 但之后呢 其实也有为这个英格兰青年队上场哦 而且才送出一个精美的助攻 给到这个阿森纳 这个Emile Smith Rowe啦 那我觉得呢 Kurtis Jones呢 应该呢 会延续他良好的这个状态啦 继续取得这个首发机会啦 而三叉戟这里呢 Jota呢 我们呢 把他视为缺阵啦 所以我觉得呢 前锋这个位置呢 应该呢 就会给到这个Roberto Fermino啦 那双翼呢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改变啦 肯定就有Mohamed Salah呢 还有这个 在国际赛事呢 表现得相当 相当相当好的这个 Sardio Mane啦 那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你的这个首发思愿哦 我觉得本周呢 其实感觉上 利物浦会有很大 这个调动啦 变数相当大 而且目前呢 可以用了这个中场球员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有限啦 你们呢 会排出什么样的这个 阵型去打这个Waterford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一下啦 好啦 那接下来呢 就来谈谈啊 本场比赛的这个五大看点啦 那第一点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Waterford的这个新主帅 Claudio Ranieri啦 那众所周知呢 Ranieri呢 就帮助这个来斯特城呢 赢下这个 1516赛季的这个 英超冠军的这个 伟大功臣哦 那之前呢 其实他也带领过 这个切尔西啊 AS索马啊 那个 摩纳哥啊 国际米兰啊 等等的这种 大球会啦 那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在这个 1819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Ranieri呢 是曾经回到这个 英超呢 去执教这个傅勒姆啦 第一场比赛呢 4比2 完美的击败了 这个南安普顿啦 那第二场这个比赛呢 客场1比1 比合切尔西 第三场比赛呢 主场1比1 与赖斯特城握手 言和哦 哇 一切看似不错的这个结果呢 结果之后呢 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糟糕啦 那Ranieri呢 在这个傅勒姆呢 一共呢 只达了17场比赛哦 最终呢 是以三胜 三合 十一负的这个成绩呢 下课啦 那直到这个2019年10月的时候呢 正式执教这个 一甲这个球队啦 桑普多利亚 桑普多利亚 桑普多利亚啦 那71场比赛呢 取得了这个26场胜利 13场合局 以及32场败仗啦 那这一次呢 回来到这个英超的这个 Waterfood的啦 我个人觉得其实Ranieri呢 不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这个人选哦 上一任这个主帅啊 上一任这个Waterfood的主帅 Sisco呢 其实是Waterfood的历史上哦 历史上哦 胜利最高的这个主帅哦 那 来到这个英超7场比赛之后呢 排名第15名 结果还是被炒鱿鱼啦 那Ranieri呢 我个人觉得呢 他比较像是一个 他比较适合重建球队的一个 主帅啦 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2000年到2004年的 这个切尔西啦 他在这段期间呢 买入了这个Frank Lampard啊 买入了这个William Gallas啊 Joe Cole啊 Claudio Maklele啊 那这四名球员呢 基本上都是05年呢 当这个Joseph Mourinho来 执教这个切尔西 夺冠了这个伟大功臣啦 当然啦 Mourinho其实也花了重笔呢 在Peter Cech啊 Iron Robbins啊 Didia Drogba等等啦 但是呢 呃 我就觉得呢 Ranieri呢 是比较适合一个重建球队 而去购买这些球员啦 如果呢 Watford这种呃 对主帅呢 非常没有耐心的这种俱乐部啊 我个人觉得呢 哇 非常非常不适合这个Ranieri啦 而本场比赛呢 就是这个新主帅呢 第一场的这个战役哦 就对上了这个 呃 Liu普啦 究竟呢 会打出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啦 好啦 那第二点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呃 Liu普的这个小克星啦 Ismaela Sarr啦 那跟Sadiou Mane一样哦 来自这个塞内加尔啦 那跟 两个赛季前的他比起来呢 我觉得Sarr呢 已经成长了非常非常的多啦 1920年的这个鹰潮厨子赛季呢 前后呢 只取得了这个5颗进球 以及4颗助攻啦 上赛季呢 被降级到了这个鹰冠的时候呢 打了39场比赛的Sarr呢 一共取得13颗进球 以及4颗助攻啦 平均每场打门的次数呢 也从本来的这个1.6呢 提高到了2.2哦 目前的7场比赛打下来呢 Sarr呢 在这个 呃 依旧在这个进步当中啦 其实已经取得了4颗进球哦 而且平均每场的这个打门次数呢 也高达了2.4啦 这个设阵的次数呢 甚至还是高达1.6哦 那以这种成绩对一个森巴马 这个球队的这个球员来讲呢 我觉得是相当恐怖啦 速度飞快的他呢 在这个攀球方面呢 其实呢 也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哦 69%的这个成功率啦 那打这个地震对决呢 也有53%的这个成功率 关键性传球呢 也有高达1.3颗啦 那本场比赛呢 我个人觉得呢 Watford呢 呃 无疑啦 我们就是会把这个目光呢 看在这个Ismaela Sarr的身上啦 毕竟呢 上一场比赛呢 对了我们的时候呢 取得两颗进球哦 这一次呢 就来看他能不能延续上一次 两个赛区的那个状态啦 来打这个Liupe啦 我们大家也拭目以待一下啦 好啦 那谈到了这个Watford的这个Sarr呢 呃 还有一位Watford的球员 我个人也是觉得相当不错啦 那就是这个Emmanuel Deniz啦 那这个 尼日利亚的这个球员呢 是上赛季呢 被租借到了这个德甲 这个Clone啦 结果呢 表现是相当的糟糕啦 出阵9场联赛呢 并没有取得任何进球哦 而本赛季呢 是以这个500万的这个欧元呢 加盟了这个大黄蜂啦 开局表现 对了这个Aston Villa的时候 打得非常非常的出色啦 贡献了一颗进球 以及一颗助攻啦 那另外呢 对了这个诺维棋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取得了一颗进球哦 那虽然呢 呃 其余的这个比赛啦 Emmanuel Deniz的这个表现呢 都是算蛮普通啦 但是呢 以这个Watford的这个 呃 球员实力来看呢 我认为呢 这个Deniz呢 比起 呃 一般的这些Aston Villa呢 来的是相当危险啦 而且主要呢 是出阵这个左边风位置哦 当然啦 又会对上我们这个Liupe的这个 这个右侧防守啦 所以我觉得呢 本场比赛呢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Emmanuel Deniz啦 因为我觉得呢 除了Saar以外呢 呃 Deniz呢 就是他们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个球员啦 所以本场呢 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这个表现啦 好啦 来到了这个第四点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自家球员 Alex Oxlade Chamberlain啦 那目前呢 在联赛呢 仅仅上阵了两场 一场呢 是首发 而另外一场呢 就是在这个替补上次啦 那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平庸哦 那虽然呢 Chamberlain呢 在这个欧冠杯啊 还有这个 Carabao Cup呢 都有取了这个上场机会啦 但是可以说是表现非常非常糟糕啦 我们就拿这个队塁诺维棋的这个 比赛的这个数据啦 也就是这个Carabao Cup的这个比赛哦 打满90分钟的这个Oxlade Chamberlain呢 全场呢 只有73%的这个传球成功率啦 地震对决呢 也只有38%的这个成功率哦 而且有高达20次的这个丢失球权啦 虽然呢 是取了一颗助攻给到这个Minamino啦 但是我觉得那颗助攻是幸运的不得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啦 那目前呢 其实也有消息指出啦 这个Oxlade Chamberlain呢 可能呢在1月的时候呢 会即将被这个利物浦炮兽啦 因为呢 英格兰人其实还是想要得到更多的上场机会呢 上场踢球哦 但是呢 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个伤病的这个影响啦 目前我觉得啦 很难在这个利物浦的这个一线队呢 挤到这个首发名单上啦 那如果本场比赛 Oxlade Chamberlain的这个 得到这个上阵的机会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大家呢 就可以来看看他的表现啦 看看呢这个小牛呢 是不是哦 真的有这个实力呢 继续当这个 红军的这个一分子啦 我们大家就来期待一下 这个Chamberlain的这个表现啦 好啦那第五点呢 也就是最后一点啦 就是一个 退步了非常多的这个红军球员 Roberto Formino啦 那很可惜呢 在对了这个切尔西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肌肉拉伤呢 所以被替补下场了 那本赛季呢 基本上之后呢 就没有得到太多这个首发机会啦 那目前的银巢平均出场时间呢 其实也只有25分钟哦 但是呢 在这个欧冠小组赛呢 Fermino对垒上这个波图啦 其实是有取得这个两颗进球啦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还是很希望呢 可以他能够把这个状态呢 搬到这个银巢上面哦 那Diogo Jota呢 要是缺阵的话呢 Fermino呢 当然就是去主打这个前锋的啦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要看了Bobby Fermino啦 你究竟能不能慢慢找回你在场上的这个状态哦 红军迷呢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想念你啦 C Senor 快快回来吧 所以本场比赛呢 如果Fermino拿到这个首发机会呢 大家呢 就可以把这个目光呢 抛在他的这个身上啦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呢 对于这个Watford呢 对了这个Liu Poo的这个赛前看法啦 那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的预测比分哦 还有你的这个预测首发席人啦 那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呢 其实也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 就是本场对了这个Watford的这个比赛呢 可能啦 我不会做这个赛后观感啦 因为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呢 我要去打这个疫苗啦 所以呢 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病倒啦 那如果我生病的话呢 当然就没有这个 力气呢 去做这个赛后观感啦 那这里呢 还是要先告诉大家一声啦 好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呢 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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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 拜拜 咒 咒 拜拜 咒 arkadaşlar